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10月8日 星期四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則新聞 就是中國的韭菜問題 大家都知道 韭菜這個詞語是最近網絡 興起的 尤其是大陸 大陸 基本上人民就是一棵韭菜 而韭菜 主要的用途是做甚麼呢 就是被人割 割韭菜的意思就是大陸的人民 被國家 被國家所縱容的官僚 奸商盤剝 所以 大陸稱之為割韭菜 最新的 韭菜就是疫苗價錢 這段新聞就是 最新的 中國和巴西最近簽了新冠疫苗銷售合同 並透露疫苗價格 大陸的媒體根據中國的 鳳凰網上個月底指 中國預防新冠病毒疫苗定價已出爐 一針300人民幣 兩針600 並聲稱目前已有10多萬 屬於高危群人群的民眾接種疫苗 無一例明顯不良反應 更無一人染疫 然而該款疫苗卻被意外爆出 在國外定價只是一針2美元 兩針4美元 價格超過20倍 令人 跳出鳳凰網官方微博貼文 這個截圖 該文表示 中國科興生物技術公司從巴西簽訂合同 提供4600劑疫苗給巴西 每劑2美金 兩劑4美金的文字 被網友用紅線標出來 並稱這是中國史上第一次出口疫苗 然而 現在該文 都已經被刪除了 大批中國網友對此感到非常不滿 有人批評 中國15億人口 疫苗供應不 供應不 這家公司卻把疫苗以收破爛的價錢賣給巴西 如果這不是賣國 哪什麼才是賣國 對洋人如代上奔 對自己的人民用之如怒弟 棄之如碧利 難鞋 就憑這一點 中國永遠別想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不是你的GDP 而是你對於國民的重視以及你的能輸出什麼價值觀 這個報導就說 原先關於中國疫苗以每劑2美元低價賣給巴西的報導及鐵文現已被刪除 網友早已截圖轉載 同款疫苗賣給巴西 價格低了20倍 網友大肆評擊 那麼這個情況究竟是甚麼呢 因為 中國人 基本上 很多中國人 月入 只是 1000元 疫苗一劑就要300元 那你是不是要拿他命 還是告訴人家 窮的人是不應該打 應該死 我們回到之前的報導 新冠疫苗在全球的初步定價 以中國國藥集團最高 單劑為人民幣300元 相對之下 歐美研發的疫苗僅需4美元 揭起 很大的爭議在大陸 中央社報導 中國 初步制定全球 最高價格的疫苗 最高價格的疫苗 這個報導就是引述香港的南華早報 中國有兩款 滅活疫苗正式申請藥物監管部門 有條件批准 一旦獲得批准 疫苗最高定價 將達每針300元 由於這款 疫苗每樣都要接種兩針才行 所以說 要醫治疫苗或者打疫苗要花600元 但是 這個疫苗價格 是由中國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搞的 他們的副總裁 楊祖邨 接集了 陸媒經委客戶 戶端的專訪 這個apps 專訪指出 在正式上市前 這個產品沒有定價 但會充分考慮其可行性 安全性 有效性 和民眾的支付能力來確定價格 當時 他說這個 純粹是一個模擬 但現在確實是要300元 兩劑要600元 即是說 中國人 根據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說 賺1000元 或者少於1000元 其實是有6億人 即是說意味著這6億人 你死你賤 你 窮 就是 沒有資格留在中國 你是應該死的 你是應該得到肺病 肺癌 肺炎 武漢病毒 你如果600元拿不出 你就應該去死 這個是國家的政策 那麼 然後 我們 即時 就話呼一轉 他說特朗普 因為特朗普 有一段新聞說了出來 他說 他已經測試到 這個 現在美國 發展到疫苗 在他身上有效 即是說 美國人民跟你們的總統是會得到相同的待遇 為什麼 美國人民 也是會得到免費的治療 每一個人都可以免費得到這個疫苗 不用付錢 這是美國總統說的 他會免費 向所有民眾 提供疫苗 即是說 中國要600元 美國免費 這就是國力的問題 所以 我們說的疫苗 一定要跟大家說 美國是怎麼做 而中國是怎麼做 對於人民 對於 中國對待自己人民 只是糾菜 賣給 巴西的 賣兩美金一劑 賣給中國人 賣三百元一劑 那你當中國人是甚麼 當狗菜 隨時收割 實際上也不止二十倍 二十多倍 現在美國是多少倍 美國不單止是 美國是零 美國不用錢 特朗普說 為甚麼要免費提供給民眾 因為這不是你們的錯 你們得到疫苗 你們得到這個感染 其實是中國的錯 中國將這些病毒傳給你們 所以中國 是要為他 所作所為付出代價 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 我們一定要說 一定要跟大家說清楚 在美國 接下來 美國政府是會免費為這些人 提供疫苗 價格是免費 而中國 是賣三百元人民幣一劑 一個要打兩劑才會有效 然後 他們還要把疫苗賣給巴西 而賣給巴西 只是每劑兩美金 打兩劑就是四元美金 四七就是二十多元人民幣 就可以治好 但是在大陸要六百元人民幣 是不是二十多倍 一個巴西 就是二十多元 中國要六百元 美國是免費 大家可以看到角力在哪 中國連巴西也不一樣 中國人民的人命 是賤過巴西很多 賤多少 大約賤二十倍 所以 從這個疫苗 可以看到中國人 他們的國家 對於人民 這個外國人對待人民的態度 而美國 每一個中國人 每一個人民 他們都當是 他們最重要的一部分 每一條人命他們都很珍惜 是不是 早兩天 華春瑩就串 特朗普 希望每一個人民都會像 總統得到那麼好的治療 你說對了 現在特朗普 說了出來 每個人 都可以得到 跟總統一樣的治療 都可以免費得到疫苗 而中國 中國這次就糟糕了 人們即時要問 美國總統免費向人民提供疫苗 中國有沒有 有沒有免費疫苗提供 很難 給錢呀 韭菜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裡 拜拜